不捨弱勢家庭處境艱難 慈濟志工總是趕往第一線 要蛋白質 所以這個是豆漿粉 哥哥要不要過來看一下 跟我們一點餐飲 聽得到 口中的他原來是母親 80多歲 失智 徐小姐自己和四位哥哥 全都罹患小腦微縮症 30多歲陸續發病 我最後工作是在牙科助理 東西還可以 那其他也都需要人家協助 跪著 扶著前進 力氣已所剩無幾 徐小姐離婚 兒子又受疫情影響被裁員 全家經濟陷入困境 那跟朋友借的話 看朋友的臉 沒有辦法每一次都借他 寄師姐他們就想說 是不是去做個防釋 那去關心協助幫忙他們 對 慈濟志工張美英 王小龍 在狹窄套房裡 陰切叮嚀 有口入心 那換了藥之後 然後他就可以攝取 就是說 回天的東西 比較沒有運動 吃點香氣 跟那個哥哥 所以你大概每天早上 會讀一遍 他人跟妙法蓮華經 是有緣的 你說不受打擊是不可能的 一些人他就會變得很消極 所以我們希望能夠在這個案家 在這個精神上 多給予他一個所謂的 比如說信仰方面的協助 幫助人不能固守一種方法 志工順應需求 善行遍地 哪怕 一個台北 兩個世界 也要從底層環境裡 找到翻身機會 四季 化療跟電療都已經結束了 醫生說什麼 醫生沒有講什麼 就沒有再加回診 現在六千多塊 學生補助也沒了 對 因為他今天已經畢業了 所以爸爸就只剩 你身臟五千幾塊 媽媽有在 你有在領原住民的部分 那只收入兩個加起來 才八千幾塊 八千多元 在台北市中正區付房租 水電 生活費怎麼夠 林先生和母親 哥哥 原本在公壇為人辦事 母親中風以後收入歸零 女兒剛大學畢業 急著想幫家裡賺錢 卻遇上困難 因為疫情下 有些時候工作也不是那麼好找 人力銀行 對 你有去登記過嗎 有看過跟有問題 有看過 有沒有看到喜歡的 沒有 沒有 就沒有了 對 我們這個業就先給你 急難救助金只是舊期 改善家庭經濟 才真正為弱勢稱三 是 我們兩位就是想要來找 就業的機會 在那邊訓練 來不及了 可憐 因為需要金錢 需要家裡要用 他也要費用 多少看他 他有一個工作 其實自己也活出生命的意義 當疫情 若是遇上了慈悲同理心 儘管長路漫漫 方向很清晰 我們一定要知道眾生 他的問題在哪裡 經濟面是最 就是最大最可以看得到的 其實病得這樣 他心靈的歸屬 是讓他活下去很重要的力量 不分厚薄同施仁愛之心 慈悸仁無私付出 讓民眾從然未來希望 你們的幫忙這樣子 就感覺到心靈 就比較會輕鬆一點 看清楚 然後了解 然後真正需要的地方